十三朝古都诉说着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 武则天时期神都的称号一定离不开运河的推动 洛阳一个北方城市却有着不输南方城市的便利水道 这些水道也造就了洛阳的传奇 大家好 我是大骑子 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河南洛阳 洛阳是我们走大运河非常关键的一站 在当年隋煌帝就是以洛阳为端点 下令开凿了大运河 洛阳也因此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 那在当时隋煌帝为什么要修建运河呢 今天咱们就一块去一探究竟 关于隋唐大运河有这么一句评语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隋朝虽然因为大兴土木 激化了社会矛盾 但隋朝修建的大运河 却让唐朝享受了所有的便利 在当时隋煌帝修通了永济渠 通济渠 让洛阳成了运河的中心 到了唐代 统治者依然非常重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 他们不遗余力地修建运河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粮食 隋唐时期 长安都是国都 但洛阳总是作为陪都 东都的身份出现在史书当中 阳广武则天时期 洛阳的地位一度超越长安 其实这就和运河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 百年间人口大量增长 观中平原虽然地理位置优越 但毕竟面积小 在以前产粮有限 快速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 让观中让长安不堪重负 在古代社会 粮食大于一切 影响着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梁广曾在扬州长期驻守 对南方的物资水平和经济发展 有很深的了解 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就能解决核心的粮食问题 也就是说必须有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运河开始修建 通济渠渠渠相继贯通 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来到洛阳 除了粮食之外 南方的手工艺品 各种特色也都随着运河而来 洛阳成了真正汇聚八方的中心 而洛阳到长安 虽然有黄河和渭河的天然河道 但当年没有三门峡 也没有小浪滴水利工程 河流湍急并不适合航运 即便是修通了广通渠 也不能完全解决运输困难的问题 所以到了武则天时期 干脆他就不在长安待着了 一直常驻洛阳 洛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新潭 这也是曾经随唐洛阳城的范围 在我身后这条河是洛河 洛河就是当年穿随唐洛阳城而过的 随洋帝修完大运河之后 大运河一直发展到武则天时期 就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 在洛阳的北市 甚至已经出现了堵船的状况 武则天为了缓解这个现状 就开凿了新潭 新潭这里可以容纳下上万艘船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周围在曾经是多么的热闹 各地的粮食运来洛阳 那就要囤粮 洛阳的几大粮仓 就佐证了洛阳曾经的繁华程度 随唐统治者在重要的河流交汇处 选择地势高厂平坦宽阔 不宜积水的地方来设置舱城 槽梁等物资由各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 如果河道不畅 则会将槽梁暂时的储入舱内 等到水涨传通的时候再装粮 在当时洛阳这里已经形成了便于周转槽梁的仓储体系 大大缓解了国都粮食等物资供给紧张的状况 那时候流传一句话 粮满仓天下安 沿着大运河江南和华北的前梁 来到东都洛阳城外的回落舱城中的寒家舱 成为了帝国运转的压舱石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到达了回落舱遗址了 这个回落舱城啊是非常大的 相当于50个足球场的大小 每一个舱轿呢可以储存50万斤粮食 整个舱城可以存储大约3.55亿斤粮食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也不难感受出回落舱的庞大 回落舱大致呈一个长方形 东西长1100米 南北宽355米 舱城四周 城墙宽3米 根据对舱轿分布规律的推算 整个舱城舱轿的数量大约在700座左右 跟我们在林阳舱看到的一样 这些圆形的绿化带就是曾经的舱轿 在每一个圆形绿化带之下呢 都是未挖掘的舱轿 它的直径呢大概在8到9米 基本上每一个绿化带之间的间隔是9米左右 一共有120多个 回落舱虽然规模不小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地处城外 一旦有战争爆发 回落舱一定会成为第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回落舱失守也就意味着洛阳城中无粮 随朝就吃了这一大亏 到了唐朝吸取了隋朝的教训 开始启用寒家舱 寒家舱紧临隋唐洛阳城的核心渠 主要供给皇室百官所需用的粮食 据考古发觉 寒家舱曾有4000多座粮教 唐天宝八年 寒家舱的储粮量达到了583万弹 占全国大型官舱储粮量量的近一半 在这里还出土了碳化的粮食 如今的寒家舱是在维修当中 是不接待游客的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 一定要提前查好官方消息 运河可以说为洛阳城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粮仓就是对洛阳 曾经辉煌的有力见证 来洛阳一定不要错过 运河和粮仓的这一精彩部分 我真正加松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